婆婆辛苦带孙七年 得了重病以后 丈夫偷偷拿200块钱给母亲治病 妻子恼怒闹离婚 女人名叫瑶瑶 今年26岁 她和丈夫一共生有两个孩子 前段时间丈夫背着她拿了200块钱给了婆婆 对此她非常生气 瑶瑶对记者说道 其实200块钱只是小事 但她怎么也想不通 丈夫为何不跟她商量 就将钱给了婆婆 她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 所以越想越气的 她和丈夫大吵一架之后就回了娘家 本以为丈夫会像往常一样来娘家哄她 可两个月时间过去了 丈夫不但没有出现 对她的态度反而越来越冷淡 甚至后来都不联系她了 于是她一气之下向丈夫提出离婚 可丈夫的反应还是很冷漠 只对她说了五个字 你看着办吧 当时瑶瑶在诉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哭得梨花带雨 但她坚称自己提出离婚只是赌气罢了 她也不愿意自己的婚姻草草画上句号 后来她带着记者来到了婆家 只见丈夫李伟正抱着小儿子 两个月没有见到妻子 李伟的态度非常冷漠 一句话也没有多说 为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记者单独找到了李伟父母了解情况 也就是瑶瑶的公公婆婆 李大叔一说到 儿子这段时间的情况就忍不住流下眼泪 他说儿子平日里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 自从和儿媳闹了矛盾以后就变得越发消沉 整天都不说话 后来记者问他们 儿子儿媳吵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婆婆王阿姨说 小两口吵架是因为儿子偷偷给了她200块钱 原来那天儿媳让她去买几床棉被 王姨就随口说了句 家里还有 没必要再去买新的 可儿媳听完以后就不高兴了 直接跟她大吵起来 丈夫偷偷给婆婆200元看病 妻子恼怒闹离婚 直言钱比命重要 儿子李伟健壮 就偷偷塞了200块钱给她 后来儿子给自己钱的是被儿媳发现了 这可把儿媳气坏了 她气冲冲将孩子丢下就收拾东西回了娘家 后来李伟主动找到了记者对她说 妻子其实压根就不想给父母钱 结婚7年以来 家里的日常开支全都是父母出的 他们都没有给过父母什么钱 偶尔拿点钱也只能背着妻子 当时给母亲200块是因为母亲说身上痛 所以自己想拿着钱给母亲看病 李伟对记者说 自己有三姊妹 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 哥哥开了一个小商店 有时父母就会去哥哥店里给她帮忙 可每次父母一去 妻子瑶瑶就会很不开心 总是对她和父母发火 她难以理解为何妻子会有这么大的怨气 后来记者开始劝说 瑶瑶你也是有儿子的人 长大自己也要当婆婆 作为儿女 孝敬长辈是应该的 瑶瑶听完以后也承认了错误 说自己不应该在这200块钱发怒火 其实真正让她生气的是 婆婆对两个儿子差别太大了 瑶瑶继续说道 公婆有两个儿子 可大哥家的儿子 却是由婆婆亲手带大的 她的儿子婆婆压根就不管 原来瑶瑶的大儿子 有先天性生理疾病 由于小夫妻俩要上班 所以孩子从小就一直都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 怎么可能会偏心 丈夫李伟说 要不是她父母亲力亲为照顾孩子 她和妻子恐怕都无法出去工作 而且就算他们休息在家 平日里也很少管孩子 孩子都是和爷爷奶奶待在一起的 后来瑶瑶又说 公婆虽然照顾了孩子 可一年到头来都没给孙子买几件衣服 一旁的王阿姨又反驳道 过年前不是才给她买了两身吗 就这样 婆媳俩又吵了起来 记者调解员见状赶紧将两人拉开 瑶瑶继续说 婆婆对孩子其实一点都不尽心 所以她才生气的 丈夫偷偷给婆婆200元看病 妻子恼怒闹离婚 直言前比命重要 如今她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只希望公公婆婆可以将孩子给带好 这时候就连记者调解员都听不下去了 你总是说没有要求 其实一直都在要求 不得不说 记者倒是说了一句公道话 再看看一旁的李伟 李伟性格老实沉闷 每当妻子和母亲发生争吵时 她都会选择站在一旁默不作声 或许是妻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破她的底线 所以才会如此生气 后来在调解员的开导下 瑶瑶终于承认自己做法 太偏激了 不过自己也是希望好好和丈夫过日子 当然丈夫李伟也想好好过日子 她希望妻子能够收敛一下脾气 这个时候瑶瑶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说为了避免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以后家里的钱全部都归她管 李伟听完这句话以后情绪激动 你要是跟我谈钱那就不用谈了 李伟说道 妻子每次在家里吵完以后 就会将所有的钱带回娘家 这次她实在是没法相信妻子说的任何话了 瑶瑶看到丈夫这样的态度转身就走 她气愤丈夫看钱比看她还重要 调解员也着急了 明明是处理家庭问题 怎么又变成钱财问题了 此时的李伟说 之前妻子和父母闹矛盾时自己也有解决过 那就是带着妻子从家里搬出来 儿子交由父母照顾 可是妻子压根就不满足 总想让父母为她付出更多 也正如调解员所说 瑶瑶不是没有要求 是她要求的太多了 要求公婆承担家里生活费 照顾她的孩子 一言不合就带着存款回了娘家 还不让丈夫给公婆一分钱 她不仅在为难自己 也在为难他人 别看这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经过长期积累 是很容易伤害夫妻感情的